大家好,我是乌爱秀山 这个视频我们深度点评证券板块 那么证券板块的话呢 今天是属于给出了数量红星 应该如何去理解 那么残略买卖点应该如何去把握 那么像个股当中 像相财股份 华林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箭头 广发证券 以及呢 好 光大证券 好 以及招商证券 技术点评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证券板块指数 好 那么证券板块指数的话呢 今天是给出了一个 缩量红星 那么缩量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资金 它受到了一定的 分歧 这个分歧指的是什么呢 连续上涨过错 我们会发现 量能的一个缩减 它代表的是 交易的回跃 已经不像昨天和前天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那么今天 冲高回落 然后呢 属于 收了一个小红星 它代表是多空 双方是运利敌 多空有博弈 好 通时的话呢 我们对于 证券板块指数的 一个态度 首先上方 它是有明显沉压 这个沉压的话呢 一个是指 一百十四零均线 另外一个的话呢 它是前面呢 对应的是一个写向下的平台托位 那么用禅论视角下的话 它是属于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而后的话呢 先要走离开段 那么三十分钟中枢上 中枢下沿的一个位置呢 对它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参考 好 对应的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然后先要离开段 那么上方是沉压 沉压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观察的一个节点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这一段的反弹 是否终结 怎么去判断有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没有可能再基于上 基于上行 好 那么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段上的方面来 首先在日线图形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是属于向上的一笔上 那么今天虽然说给了一个小的红星 但是呢 它是处于顶分是可以成立的 就连续三根开线 它的顶分形的状态呢 是可以成立的 好 那么顶分形的状态可以成立 那么接下来的观察视角的话呢 就属于从残略的一个维度下 那么接下来 它如果能不能快速的再创新高 如果说能够创新高 突破这样的一个顶分的冲锅区间 那么呢 它是一笔上的延续 好 反之的话呢 如果说始终 短周期内始终不能相当突破 不能给出新的高点 那么呢 从残略维度上的防范的是向下走出一笔下 然后观察底分 何时出现 出现新的底分的同时 那么再把握新的机会点 这是用残略的维度来看待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从 1386.14以来的一个反弹 那么呢 它属于一笔上 这个一笔上 它有没有终结呢 目前为止不能认定它终结 因为一笔的终结 它不是因为顶分的成立 而是因为新的反弦的一笔的形成 好 那么我们再用更小级别来去看 例如说用30分钟的维度 30分钟维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从1386点以来 它对呢 还是30分钟的线段上 线段上的话呢 那么线段的一个终结 它是新的线段的生成 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还属于线段的延伸当中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例如说 再往上 如果说呢 持续刷新前面的高点 它还是一个线段的延续 那么线段的一个终结 它也是一样的 就属于呢 首先 向上的一笔不能新高 然而再向下的一笔 突破了前面低点 那么新的 新的反弦的线段的形成 它可以宣告前面的线段的终结 好 这是30分钟 那么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5分钟的盘整上 盘整上的话呢 那么当前考验呢 是5分钟级别的三买 是否成立 好 那么用5分钟的维度呢 这个位置是属于5分钟 可以把它作为5分钟中枢 5分钟中枢的话呢 向上走离开段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1分钟的中枢 好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这是一个进入段 这是一个5分钟的中枢平台 然后呢 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呢 回落下来 只要不破5分钟中枢平台上延 可以把它作为5分钟级别的三买 三买之后的话呢 再观察三买 转二卖 还是转一卖 三卖转二卖的话呢 就是向上反弹 不破前面高点 转一卖的话呢 是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但是呢 它对应的又有这样的一个线段背词 发生盘背对应的卖点 然后的话 再观察 它会不会跌出第二个5分钟中枢 再向上走5分钟的 5分钟中枢的向上离开段 然后呢 由1386.14以来的5分钟盘整上 发展成为5分钟趋势上 这是观察重点 那么我觉得呢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对于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向下 我们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列数呢 像1515 1515作为一个技术的一个观察点 回踩不破 都可以把它作为 五分钟级别三买的一个节奏点来进看待 好 五分钟级别的三买 好 也许说呢 它只要说在震荡当中 回踩不破 依然作为五分钟的三买来进看待 而后的话呢 观察的是 期待的是 那么三买转二买还是三买转一买 然后呢 会不会组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再向上走低开段 这种推演呢 可能性还是更高的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通时的话呢 我们用传统的一个方法 视角的话呢 可以把它低点和低点相连 作为这样的趋势之声 那么它只要说呢 真的 好 回踩不破 这样的趋势之声 甚至说呢 以这个阳线作为参照 好 阳线过重了 123456 前面调整了六天 单阳不破 这个位置呢 今天是调整了第二天 调整第二天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对于呢 是以这种阴阳交替的一种走法 但是呢保持这种担阳不破的一种状态 后面的话呢 个人还是倾向于 虚势的一个判断 而后的话呢 虚势当中不排除再一次 震荡弄再走墙 好 这对于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呢 不管如何 那么当下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又需要用印象的一个思维来去看 中阳长阳 不要轻易的 不要盲目的去追 但是虽然连续的一个震荡回撤 那么可以去把握潜伏轮动的一个机会点 而不予盲目悲观 好 这是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看法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例如说像相财股份 相财股份的话呢 它是属于当前证券板块的人气龙头 今天呢 在下午盘的时间 它能够再度封板 代表的话呢 还是知音有尝试 有意愿往这个方向去进攻 好 那么不过呢 像相财股份 这些购物 它已经走出了三连板 而且呢 从手板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给出了十天七板的走法 十天七板的走法的话呢 实际上它已经从低到高 接近翻倍的一个走法 而且呢 相财股份作为证券板块的 这样的一个人气龙头来看 后面的话呢 其实 它能够至于晋级 那么呢 对于整个证券板块是一个提振 但是当前对于证券板块指数 证券板块的个股来讲 有一个尴尬的地方 就属于它缺乏接力 这个基点就是缺乏涨停梯队 那么呢 相财股份呢 是属于相当于孤军深入 那么小弟跟风呢 没有形成新的涨停梯队 那么接下来的话 密切观察的是相财股份之后 因为这样的个股 它已经进入了情绪 博力阶段 或者博撒阶段 所以再去 没有了再去介入的话呢 也是有高处不胜寒之嫌 那么呢 更多的一个事件呢 还是观察 列出了新的 在这个方向当中 在证券板块当中相财股份之外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个股 就是除了像新股和当前的人气笼统之外 新的个股 就是率先出现涨停的 率先涨停过程 能够晋级的 迫切需要龙二的产生 或者是卡被笼统的产生 如果出现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第一 它的参与度会更好 第二的话呢 那么它可能会对于整个板块的一个激活作用 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虚命 当前呢 还属于这样的增大分化的一个阶段 好 这是相财股份 然后的话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今天移动的话呢 其实像东 新证券 包括了华新证券 华新股份 它都属于今天呢 是属于有资金移动 但是呢 今天它移动的同时 并没有强势封板 资金有进 有尝试 但是呢 态度不够坚决 好 那么我们再看像华林证券 那么像华林证券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对应的一个做法 属于超跌反弹 好 从21块3毛1 跌到11块2 11块2的位置呢 当前这样的个股 它当前亮堆起来了 上方的话呢 平台压力 包括了144点均业成压 这类个股的话呢 后面只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视角 我们看它进行的做法 也是属于阴阳交替 一根长眼 两根一线 一根长眼 两三根 调整 那么一样交替 那么在回撤的过程当中 用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潜伏 就算是可以去考虑的 这是一类 不仅仅是一只 好 那么低点和低点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趋势线 来进行看待 上方平台下沿 已经在114点均线的位置 是属压 好 这是华林证券的一个技术 比较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像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也是如此 上方平台下沿的压制 在28会员附近 好 那么呢 同时114点均线的位置呢 是有承压 所以说呢 上方是有压力的 下方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 平台的一个突破 回踩确认 再向上突破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 就是中期的小的平台进行突破 然后呢 这又是一个连续几天 震荡调整的一个平台再度突破 所以对中信证券来讲的话呢 那么回落 不破小平台 把握机会 向上不能突破114点均线 或者不能突破上方的这样的平台下沿 找风 把握 把控的是风险 然后呢 找的是卖点 好 这是中信证券的一个阶段性的节奏的一个把握 好 同时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点说来单阳 不破 增浪多日 然后的话呢 再出现一个长阳 单阳不破 增浪多日 出现一个长阳 那么接下来的规众视角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是属于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 增浪一样交替 始终不破阳线的这个尸体的尸体的部分 甚至说连阳线的半分位都不破 那么它是一种良性的一种状态 那么如果说把经济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又构成了这样的趋势支撑线 好 这是中性证券的一个技术跟踪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中性箭头 中性箭头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它是属于 也是属于好 单阳不破 然而呢 再向上涨停 涨停过周呢 跳空高开冲高 114年军业成压 便利五军回撤 不破五军 今天出现十字星 那么中性箭头呢 个人认为它首先呢 是超低反弹 从60块钱的位置呢 60块一毛四 跌到26块二毛一 股价是腰斩的 股价腰斩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反弹一波 受到压力 这个压力的话呢 一个114年军线的位置 一个呢 是属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下沿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承压的 承压过周回落的话 那么我们对它的观察视角呢 也是可以一个是低点和低点相连 回落不破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 真的当中 那么后面大概率还会有再次冲高的可能性 这是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我们有残忍的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呢 当前它对应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也是属于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形成之后向上离开段 然后呢 回落 回落的话呢 不破中枢 上沿 把握的是五分钟级别三脉 而后观察是三脉转二脉 还是三脉转一脉 以及呢 会不会形成第二一个五分钟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 用这样的维度来进行跟踪 好 这是中性箭头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到像光大争券 光大争券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也是如此 三方一百十四点军业成压 那么呢 前面就给他讲到的一个节点是除复 单阳不破 单阳不破国之后的话呢 绿盘 震荡 一样交替 是低息潜伏 出现中央长阳不能一口气 站上一百十四点军业就找卖点 找卖点过后再进回撤 回撤下来过之后呢 当前的一个考察节点的话呢 其实 这类个部的一个跟踪视角 就属于可以把它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处在这样的趋势支撑线线上 小级别的趋势支撑线线 如果是回撤不破 那么呢 有机会呢 再具有走强 但是呢 如果走强 看它的力度 如果是以这种强势涨停的方式相当突破 那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强势的一种状态 强预期 那么后面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形成 有超跌反弹发展成为趋势 好 若是属于弱势的一个反包的走法 但是反包出现上一线 甚至连强高没有突破 或者突破了又给上一线 这种走法的话呢 见阳线反而是卖点 好 这是光大争确 但是的最坏的种情况 这样的趋势线 如果说没有守得住 跌破了呢 跌破的话呢 它可能会组建这样的一个 更高级别的一个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期待要么是反向运动 就是要么是相当初离开段 要么的话呢 是反出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然后呢 走一个以前面的线端上到线端下 好 这是光大争确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招商证券 招商证券的话呢 其实 它的一个做法呢 和光大争确一起同工 首先呢 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的话呢 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交替 整理为附近 好 这是一个节点 而且呢 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低背离 好 那么担扬 不破 增浪 虚势 再向上 承压 承压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靠近144年局限的位置呢 找卖点 卖出过之后 那么对应的连续调整两天 调整两天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考察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一个是小周期 五分钟的 这个位置呢 做一个五分钟中枢平台 然后呢 再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又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来看待 虽然回落下来不破 那么后面可能还会有反扑的 或者反暴的一种可能性 好 但是再向上呢 如果说同样的 看看它的力度和强度 入中呢 连114年局限始终都上不了 而且呢 出现 要么刚刚上去呢 又出现上映线下来 好 强于其流 不强于其的话呢 那么红盘 中阳 长阳就是卖点 好 回落的话呢 那么参照的是下方的趋势线 小级别的趋势线 也好或者是平台上演也好 那么这个平台上演 如果说放在五分钟 围图上面来讲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是一个五分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来进行处理 那么中枢上演呢 在19块5附近 好 这是招商证券 那么这相类的市的个股呢 还有很多 但是咱们不一定解读了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态度 是什么呢 首先它前面 不管证券也好 保险也好 银行 以及呢 像酿酒 它已经 让指数 让我们的商证指数 干嘛呢 已经上穿了 突破了3600点 突破3600点过之后呢 当前对于商证指数来讲 它也是在组件 可以把它作为 一是属于一分钟 中枢的延伸 或者是一分钟盘整上之后呢 如果说一次两次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3626 它可能会走一个一分钟反向运动 一分钟的盘整下 但是呢 它又会成为五分钟的中枢组建的一个过程 五分钟组建完成过之后呢 不排除这项主题开端 也就当前呢 它是属于冲高之后 需要震一震 就让习习更健康 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市场涨一涨 震一震 涨一震 震一震的方式呢 反而还能自由一点 如果说呢 持续的向上逼空 那么呢 很容易 击涨过之后 那么呢 就是一个 后面半数的就是一个更长周期的一下跌 所以说呢 我觉得第一种情况 就是涨一涨 震一震 涨一涨 震一震 可能更健康一点 所以说当前这种震荡调整的话呢 要有一种平常心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的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好 以上呢 不作为买卖依据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好 再见